清朝嘉庆二十年 山东泰安县富豪徐文告家 遭遇火盗贼抢劫 盗贼不仅抢走大量金银财物 还用火枪打死了一个护院家丁 徐文告赶紧向官府报案 不料泰安之县汪汝碧 不愿让朝廷知道辖区盗匪横行 竟然会盗乌梁 反而诬陷徐文告打死家丁 谎称遭遇盗贼 结果强盗逍遥法外 受害人徐文告反而被判 账一百图三年的刑罚 案件交刑部备案时 被发现有明显漏洞 济南知府为了赌上漏洞 竟通过刑讯逼供 进一步加重徐文告的罪状 由徒刑改判斩刑 可怜徐家千金散尽 也难保徐文告一命 无奈之下 徐家远赴北京督察院 告欲状申诉 嘉庆皇帝得知后雷霆震怒 他任命温承惠担任 山东案查室重审徐文告案 那么温承惠能否为徐文告 申冤 山东地方官又是怎样阻挠 陷害这个新任案查室的呢 清朝刑案探秘系列节目 国家图书馆郑小悠 将为您讲述 泰安惊控案 二重审官员翻案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这个徐文告呢 蒙冤被判了斩刑 家里边人呢 到北京上控 嘉庆皇帝啊 龙烟震怒 任命当时啊 新任的山东案查室 叫温承惠的主审这件案子 争取呢 早日平反 接到皇帝的指示之后啊 温承惠 先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办案班子 开始调查这个徐文告的案子 其中啊 这里边呢 有一个主要成员 是原来啊 这个昭远县的支县 叫做魏湘 温承惠呢 把他调到济南的首府 历城县 担任支县 寻找抢劫 徐文告家的强盗 毕竟啊 已经捉拿在案的 两名强盗 就是在历城县被发现的 魏湘告人之后呢 仔细检索了 徐文告案的案卷 寻找这个漏洞 他看到啊 徐文告案 已经告案的两名强盗 供出啊 一个同伙 叫做刑进朝 是这个历城县呢 刑家挖人 历城县县县县里边呢 也有两个牙役 姓刑的 也是刑家挖人 所以魏湘呢 就估摸着 他们呀 可能是一家子 魏湘就把衙门里边 这个刑士二牙役 招到内宅 赏给他们重金 让他们五天之内啊 到刑家挖 去把这个刑进朝 抓捕到县 刑进朝到了县衙门之后啊 很快就承认 自己呢 是曾经参加了 抢劫徐文告家的这个事儿 而且又供出一名同伙 叫做刑太 搜到了这个女士的绣袄 金耳挖勺 还有这个春绸的腰带 这些贵重物品 都从这个刑太家搜出来 都是徐文告家被盗的赃物 案子查到这个地步啊 很明显 证明徐家呢 是被大伙的强盗 截捋了很多的财物 现在抓到的强盗 就已经有四个人了 这肯定不是小偷小摸 入室盗窃 对不对 应该啊 这个是比较明白的 这个案情 温成慧呢 也就此判定 徐文告是冤枉的 他家确实是被 大伙强盗抢劫 于是呢 利益为他平反 温成慧啊 先把徐文告 和这些被关到监狱里边的家丁 都放出来了 让他找医生去治伤 这样一个做法呢 在温成慧看来 顺理成章 但是在山东官场 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个乾隆年间啊 有一个名臣 叫做纪云 就是咱们电视剧里 经常出现的这个纪小兰 她自己呢 有一个笔记 叫粤威草堂笔记 里边都是写一些神怪啊 这个义事啊 这些小故事 纪小兰呢 在粤威草堂笔记里 就借这个阴曹书吏之口啊 描述当时官场断案 流行了四句话 叫四救四不救 其中呢 有所谓的 救生不救死 救官不救民 救大不救小 救救不救心 其中啊 这个救官不救民这一句 说的是 平民老百姓 你去告状 如果告赢了呢 此前参与审理的这些官员 就要承担责任 这样的官场风气啊 在徐文告一案中 那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怎么个表现法呢 先看 温成会要问徐文告翻案 那此前负责审理这件案子的 前后两任济南之府 一个胡祖福 一个钱俊 那首先就紧张起来了 为了阻止温成会翻案 他们俩怎么办呢 他们俩开始组织手下人 到处去散布留言 说温成会啊 这段时间连续抓捕了 这么多名强盗 还没有刑讯 这些人都招供了 这不合情理啊 大盗都是见过世面的呀 不打他是不会招的呀 那这些人没刑讯就招了 恐怕不是真抢盗 而是这个温成会啊 或者他手下审案的这些官啊 为了完成任务 自己花钱雇来的 还说什么呢 说徐文告 为什么要杀白永珠呢 那是因为白永珠的妻子啊 长得美 徐文告呢 想强占他做妾 所以就假装说 自己家遭了强盗 借这个机会呢 把白永珠打死 结果 等温成会把白永珠的妻子 提到济南 公开过堂 哎呦 大家一看 这个女人啊 长得是奇丑无比 怎么会有徐文告 这样的大富豪 为了霸占这样一个女子 设计陷害人命呢 所以啊 第二个流言 当即不攻自破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强盗 相继道案 招供 第一个流言呢 却是越传越胜 根据这些强盗的供词啊 当时参与打劫 徐家的强盗说 一共有十一个人 被徐文告家呢 当场击毙了一个 后来又病死一个 现在呢 已经抓了六个 还有三个在逃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纠结强盗团伙的 这个主犯 王大壮 王三壮 这个两个人 都是这个 在逃的三人当中的 有消息说呢 这兄弟俩呀 已经逃到山东境外 渡海逃往吉林去了 那抓捕的难度 显然是大大增加 按照清朝的法律 为了避免案件 周期拖得太长 凡是这些强盗大案 只要抓到 强盗一半的数量 且证据确凿 就可以提前结案了 把已经抓到的 这些强盗呢 按法律定罪 其他没抓到的呢 继续抓 目前这个案子呀 是个亲案 事关重大 温成会呢 恐怕事情发生变化 就准备按照 这个法律条例来办理 但是他把这个想法呢 告诉巡抚和顺武 就被巡抚驳回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啊 这个巡抚和顺武 被之前那些流言所获 就是说这个强盗 其实不是强盗 是温成会花钱雇来的 而且啊 和顺武又想保全 之前审理的那些官员 比如胡祖福啊 钱骏这些人的前程 所以呢 他自己保持的是一个官望的心态 要求温成会呢 必须把所有的案犯都抓到 审问明白 才能定案 不许抓到一半就定案 山东巡抚 有意维护初审各官员的力 他坚持要将所有盗贼 全部抓捕归案 才能计案 这给温成会出了个大难题 盗贼四散潜逃 行踪隐秘 短时间内将他们全部抓获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官大一击压死人 巡抚有命 温成会也只能硬着头皮执行 那么强盗首领王大壮 王三壮兄弟 后来是怎么被抓捕到案的 当案情大白 温成会准备为徐文告翻案平反时 不料再次发生意外 巡抚和顺武突然病故 而接替和顺武巡抚的 正是当年出审此案的 山东案查室成国人 成国人害怕他审理的冤案被查出来 为了避免被追责 他又会怎样阻挠温成会翻案呢 在这种情况下 温成会只能再想办法 尽快把这个强盗的首领 王大壮 王三壮兄弟两个抓获 很快 锦南府找到了一名王大壮的熟人 叫做张鹏 让张鹏做线人 给他安排了一个锦南府 快头这么一个身份 快头就是补义的一种啊 张鹏呢 先到王大壮的家里 得到了这个王大壮老母亲的一封家信 随后呢 从海上秘密渡到吉林 张鹏先找到了这个王大壮 巧言诱惑 说你要回乡探母啊 你母亲年纪大了 给你写了信 随后呢 又在这个大壮帮助下 找到他弟弟王三壮 按照当时的规定呢 从东北地区进关 需要有这个官方的凭证 否则就是私逃了 所以张鹏 王大壮 王三壮 三个人商量 回城之后呢 就一起到这个吉林将军的衙门 去领取这个入关的凭证 但是一到官府啊 张鹏很快就秘密呈上了 这个山东岸查史衙门的这个公文 偷偷告诉吉林将军衙门的人说呢 这两个人是亲案重犯 吉林将军衙门办事的人员也很激警 马上报告了将军 把王大壮 王三壮兄弟就地逮捕 由将军呢亲自审讯 确认他们是正身 无疑之后呢 就派了精兵强将 押送这兄弟俩回到济南府受审 王大壮兄弟一到济南呢 温承惠马上派人亲自提审 那王大壮怎么说呢 王大壮马上就交代了 他说呀 之前就听说 泰安县有一个许家 家资是非常的雄厚 他呢 就在历城当地的这个乡间呢 召集了这个行进朝啊 行泰啊这些同伙 一共十一个人 准备一起到泰安去 干一票大的 但是呢 一时凑不齐路费 又缺少武器 他们几个呀 就先在张秋 有一个叫宋夏壮的地方 明强暗道十几次 弄了不少值钱的衣服首饰 还有两杆火枪 一个火药葫芦 有了这个衬手的火器呀 让王大壮很高兴 因为呢 他早就听说 徐家呀 有一个叫白永柱的武士 武艺非常高强 所向无敌 就有点像水浒传里边 教师爷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有这个白永柱 一夫当官呢 只怕是很难破得了 徐家大门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了火器了 那就不一样 可以不用再害怕 白永柱了 到了六月三十号晚上 二更十分 王大壮这一行人呢 来到徐文高家门前 一起是夺开炸门 白永柱啊 就住在炸门外边的一个土屋里 听到门前这个动静不对 一惊而起 奔入门内 大喊一声 我白永柱来也 王大壮也不示弱 力声说 你再往前 我就开火 白永柱呢 英声说 来者不怕 怕者不来 随后啊 翻身就往上冲 这时候王大壮 王三壮兄弟呢 分别站住这个夹道两边的墙根 一起向外开火 所以白永柱的尸身上呢 胸和背两侧 各有一处致命伤 因为是两面开火 徐文高在堂上啊 听到王大壮的供词 才知道这个白永柱的真正死因 他自己啊 被打的呀 之前甚至是怀疑 难道真的是自己的家丁 从宅内放枪射击 才把白永柱误杀 这时候另一位主犯 王三壮也说了 他说我们这一伙人呢 本来想抢走这个 徐家这个马鹏里的 这个九头大骡子 但是呢 因为事前打听到了 说这个徐文贤的妻子啊 嫁妆特别多 而且呢 他妻子就住在这个夹道的尽头 所以啊 就盯上徐文贤的这个妻子了 就先是猛砸 这个徐文贤妻子的这个房门 因为房门造的特别的坚固呢 又用砖头猛砸窗户 砸断了好几道窗铃 这人都从窗户进不去了 这个屋内啊 徐文贤的妻子 倒是很镇定 他当时大声就跟这些外面的强盗说 说我家有个孩子 我这孩子才几个月 你们这么多人啊 不要吓坏了孩子 我去给你们开门 把你们放进来 搬箱子 搬财物 就是了你们不要砸了 这些强盗啊 这下才助手 通过这个门啊 直接就进入了内室 这就是为什么 汪鲁碧到徐家的时候 看到徐文贤妻子 所住的房屋 这个窗户狼藉一片 不能进人 房子却没有损坏 而且强盗们呢 能够抢得屋里脏物 是人开门给放进去 当时这个王大壮 王三壮兄弟啊 两个人专门守在夹道 对付白永珠 他们俩没有亲自去抢 徐文贤妻子的房子 等到这个白永珠被打死了呢 就听见后宅 这个徐文贤兄弟 已经带着一众家丁冲出来了 还放枪 蜂拥而上 这时候王大壮兄弟啊 就赶紧带着一伙强盗的 仓皇就跑出去了 他们本来想拉 这个牲口棚里的骡子 没来得及拉 这就是汪汝碧疑心的那些 为什么抢到来徐家抢劫 却没有抢门口值钱的牲口 总而言之 通过王大壮 王三壮 在唐上的供述 当天汪汝碧提出的几个疑问呢 都一一做出解释 正当温成会 顺利抓捕审讯王大壮兄弟 全案真相 即将浮出水面的时候 一个突发事件 陡然出现 打乱了整个案件的 审理进程 是什么突发事件呢 这就是温成会 他的顶头上司 当时的巡抚 何顺武 突然病故 去世了 何顺武对温成会 坚决翻案的这个做法呀 一直持观望态度 甚至稍微有点为难他 按说他病故呢 应该对本案的下一步 速战速决有利才对 可是万万没想到 接替何顺武 担任新任山东巡抚的 不是别人 正是案发时候 作为山东案查史的 那个成国人 也就是汪汝碧的汉林前辈 说起来呢 成国人这个人呢 与温成会是很不一样 成国人是科举考试中的 一把好手 他是嘉庆四年电视的 二甲第一名 也就是仅次于 状元 榜眼 探花 这三顶甲 在全体考生当中呢 排名第四 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啊 可以说是 士林当中的佼佼者 到嘉庆十九年 成国人第一次担任了地方官 就是到山东 来当这个案查史 才到了一年多 就赶上徐文高这么一件大案 但是案发不到一个月呢 就在他刚刚给汪汝碧撑腰 给整个案子定性的这个时候啊 成国人一到圣旨升官了 派到这个甘肃去做不证使 到嘉庆二十三年 成国人又走官云 从甘肃不证使呢 升为浙江巡抚 主政一方 到嘉庆二十四年三月 河顺武去世 成国人呢 就又被调毁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就是这个山东 来这呢 做最高的行政长官 巡抚 这下可就麻烦了 成国人呢 是徐文高案发时候的案查史 对这件案子呀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比和顺武作为巡抚的责任 要直接的多 要大的多 如果温成会真的把这件案子翻过来了 那对成国人的仕途体面 就大为不利了 所以呢 成国人一当上山东巡抚 一接案 就开始极力阻挠翻案 为温成会设置重重障碍 因为这件案子呀 已经是皇帝亲自下达指令的这个侵案了 就需要巡抚呢 亲自做堂审讯 过堂的时候 这个成国人就当面质问王大壮 说这个事情啊 已经过去四年了 你怎么把作案细节记得这么清楚的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告诉你 应该怎么说呀 王大壮呢 倒是很有这个陆林好汉的这个气质 当场就顶撞巡抚大人 说我自己做的事 我怎么不记得呢 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成国人就又威胁他 说你可想清楚啊 你现在一旦认罪化压 那就是绑父士曹杀头去了 王大壮又当场大声说 说我做强盗就该杀 我又打死了侍主家的人 还连累侍主受了四年牢狱之灾 听说他们家的百万家资 已经有十之七八都拿来打点官府了 要是这么看 我们这些人早就该杀了 有什么冤枉啊 不用再多说了 成国人呢 当场被顶装的 无话可说 但是他又不能就此罢休 所以退堂之后啊 成国人还是命人修改了这个王大壮的公司 说他们兄弟二人呢 放枪 都是冲天放的 没有装沙子 不能杀人 然后呢 拿着这一点来驳回 让温成慧去复审 温成慧毫不示弱 他也是当过总督的人 他不怕成国人 他不再升堂 第二天呢 就把原来写好的那个报告 原封不动又交给寻父衙们了 成国人和温成慧啊 就闹僵了 这个时候呢 正好又出了一件事 是这个山东的曹州 济宁两个地方 闹水灾 当时成国人啊 为了不让温成慧继续主审 这个徐温告案 就派他到受灾地区 让他去主持这个水事啊 勘查啊 灾民抚恤啊 这些救灾的事情 温成慧啊 深知成国人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要趁他离开的时候呢 自行结案 所以温成慧不肯就范 他很不客气就告诉成国人 说勘查水灾 震气灾民 这虽然是大事 但这不是我的事 这是不证实的职责 作为案查实 我的工作就是处理大案要案 这些救灾的事不归我管 我现在自身的职责没有完成 救灾的事我不去 成国人见温成慧态度强硬 不肯配合 他终于失去了耐心 决定下狠手陷害温成慧 目的是把温成慧赶出山东 让他无法为徐文告翻案深渊 但温成慧毕竟是朝廷命官 还是嘉庆皇帝亲典的重审徐文告案官员 那么成国人找到什么帮手 来达到驱赶温成慧的目的 嘉庆皇帝后来为什么 失去了对温成慧的信任 温成慧惨遭革职 并被发配新疆伊礼 又是什么原因呢 《清朝刑案探秘》系列节目 国家图书馆郑小悠 继续为您讲述 泰安惊控案 二 重审官员翻案难 成国人看见温成慧态度这么强硬 干脆就要除之后快 那除去温成慧 你首先得找个替代者吧 得找个帮手吧 那找谁呢 这时候啊 他就想到了一个人 是他儿子叫成家都的慧氏童年 这个人是谁呢 是当时担任这个山东 演一道的这个叫童淮 童淮呢 是嘉庆皇帝非常看重的一名官员 后起之秀 在山东这演一道的这个位置上 已经坐了好几年了 刚刚呢有圣旨把他升官 提拔为这个江西暗茶室 只是暂时呢 还没有离任 这个人还在山东 成国人啊 于是就把这个童淮给叫来 悄悄私下里跟他说 说准备啊 寻找机会 把这个温成慧给挤走 让童淮呢 还留在山东 接替暗茶室 不要到江西去了 到了嘉庆二十四年的八月 成国人作为巡抚啊 要到当时这个山东 乡市的这个科举考试的考场 去做监林官 就是去负责这个考试的 这些重大事项的安排 这个童淮呢 则要在去江西旅新的这个之前啊 先北上 到北京去谢恩 并且呢 向皇帝汇报 在山东任内所做的这些工作 这时候啊 成国人就在向皇帝奏报 考试顺利进展的这个奏折里面 秘密加了一个条子 参奏温成慧 因为比自己资历老 又曾经当过直立总督 所以是狂妄自大 不甘受自己的节制 而且呢 这时候成国人还自作哀怜之语 就是装弱势啊 请求皇帝准许 我把我这个巡抚的位子 让给温成慧 我去当他的下级算了 与此同时呢 成国人同怀两个人啊 两面加工 互相印证 果然嘉庆皇帝就非常震怒 又想起嘉庆十八年 天理教冲击北京城的时候 这个温成慧的 不作为的这些举动了 果不出成国人所料 皇帝一生气 下旨温成慧就地革职 命同怀仍然回到山东 接任案查室 成国人呢 又随即奏请 说回避徐温告的一个案子 因为当时接案的时候 那个案查室是我呀 然后呢 由同怀代理审理 实际上他还是幕后作证 温成慧啊 心知自己是被人暗算了 没有办法 在离开济南之前呀 他就到这个不正式的衙门 去和这个不正式 岳灵安呢 握手相别 并且拜托这位老同事 说徐温告啊 能够办到今天 那都是我手下 几位得力干将的功劳 我走了不要紧 但是我走之后呢 恐怕就会有人 拿他们泄分 他们家里啊 有的都是有八十岁的老母在堂 希望您呢 能多多留意保全 不要让他们流落到流放万里的这个下场 岳灵安呢 是温厚的人 当场呢 也就表示 一定会接续温成慧没有完成的这个置业 只要自己还能够平安地留在山东 就一定尽力而为 温成慧离开济南的这一天啊 按照当时官场上的这些惯例 承过人呢 作为巡抚 你要先到城外管役去等候 为温成慧送行 但是听到风声的这个济南的老百姓啊 就沿途咒骂 以至于巡抚的仪仗队呢 都不能顺利地通过 承过人怕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啊 就返回衙门了 甚至来不及去做做样子 给温成慧送个行 就仅仅如此啊 城外人他们还是不能快意 同怀仅仅接任了八天 就弹劾温成慧 在担任山东岸查史的一年多之内 虽然组织全省审结了 两千七百多件机案 但其中呢 有四件是错案 而且呢 滥尽无辜 还雇佣罪人当这个衙役 弹劾的奏折送到北京之后 嘉庆皇帝下旨 将已经革职为民的这个温成慧 论罪 发往新疆伊礼 到这时候呢 城国人认为 自己在山东 已经能够一手遮天了 他决定 把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徐文告案 再翻过来 他先后调了两位 府一级的这个官员 去审这个案子 没想到呢 这两个人都对温成慧的遭遇 十分同情 不肯随意附和这个巡抚 其中啊 第一位干脆就以温成慧 原意上报 第二位呢 到济南之后 只坐了一堂 就称病不出 一拖就是一个多月 没有下文了 城国人也没办法 他又和同怀商量 派了一名自己的亲信 去树立这个济南府的支付 这位新官啊 秉承上义 对众多的这个犯人证人 施以酷刑 想让他们尽快改口 那么徐温高案的走向最终如何 官场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等 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再说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 嘉庆帝派温成慧重审徐温高案 温成慧却遭遇出审官员诬陷 而被革职 徐温高冤案 后来是怎么被平反昭雪的 清朝中后期 惊控案件为何大量增加 嘉庆帝又将如何挤入 停决这个难题呢 下期节目中 郑小悠将为您讲述 平反与两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